再次结婚呢 是属于应该是重婚 在我们中国法律下 你们对他的评价太不公了 他不是一个巴安宝兰 他非常的善良有智慧 而且呢 绝对是一个 心里太善良的一个孩子 面倒我头上还有王法吗 他只是个孩子 DICE与前夫汪小菲的战火 在他赛出房子贷款的 气焊2600万的借鉅后 再度点燃 最有智慧的小菲为了反击 竟然直接在微博公开 与DICE的离婚协议书 各资全露版 以及长长一串的购物名气 爆料DICE每个月刷他的卡 花上百万买东西 其中还包含 DICE与拒军夜嘉宴中的饰品 而小菲娘张岚炮火更加猛烈 直接在直播中大骂前妻妇 品德恶劣 更指控她有重婚的嫌疑 第一 王小菲是中国公民 第二呢 他们结婚呢 是在北京的民政局 现在还没有去民政局 去取消这个婚姻 再次结婚呢 是属于应该是重婚 在我们中国法律下 第一月份签的这个协议 在家里头 双方律师鉴定的 大家如果有律师的话 都知道这个协议呢 是保密的 首先 他披露出来 他违背了保密法 合同呢 保密法是非常的 这个严重的啊 这一点就是说明 这个人的品德啊 很特略 兰姐是真的很气 他骂完全夕 Dice后还把矛头 转向居君彦 看看他那个 光溜溜的在家里头 光溜溜的在家里头 那个视频了吗 谁敢找他代言 就这德行吧 你们敢找他代言人 你们敢找代言 我就把你品牌撕了 老妈炮火不肯停 但王晓菲倒是心累了 4号凌晨再次发文表示 只是曾经爱过珊珊 现在最爱珊珊的 咱们晓菲菲 果然又把文删掉 女友张盈也来参战 疑似在朋友圈 吃醋写下 我也要买买买 还提到别人都有商议的房 自己却住在18线小城市 甚至疑似杠上张篮 大骂 死M恶心死我 让不少网友忍不住问 这下蓝姐必须卖多少酸辣粉啊 你一定要打赢打漂亮这仗 是 又再说吧 你们能不能让我们说话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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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